佛教的自由 佛教是以自由的心灵 去过高尚生活的宗教 这个是一个自由及理性的宗教 佛教并不阻止任何人 阅读和研究其他的宗教 事实上佛教是鼓励信众们 研究和比较其他的宗教 佛陀说 假定这个宗教有它合理的一面 它的信众也有自由去尊敬 这个合理性的一面 有些人为了要征服他们的信众 使他们永远在黑暗中 他们确实不准他们的信众 接触其他的宗教典籍 他们不准信众 听闻其他宗教的教理 也不准信众 接触其他的宗教典籍 他们不准信众 听闻其他宗教的教理 也不准信众 怀疑他们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的教理 即使他们的教义 表现出来是不能让人信服 他们越使信众在迷蒙中 他们就更容易引领信众们 如同羊群一样 假使有一个人 增开眼睛 看到光明 承认他是狗住在黑暗中 这样 他就主张要这个人说 他已经被魔鬼占有了耐心 这个可怜的人 没有机会去运用他的常识 他的教育 和他的智能 即使有人想改变他的看法 他都好像将自己想得不充分 不够完美 以致不能够用他的自由意志 为他自己判断任何事情 事实上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各个地方都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 人们甚至 没有自由去自由思想 无论任何时候 当他了解到 他不能够从他所属的宗教内 得到满足的时候 他发现 他亦都不能够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 感到满意 他不能够自由地放弃他的宗教 去接受另一个对他更加有吸引力的宗教 原因无他 就是这种宗教的权威性 领导人和家庭成员 奪去了他的自由 人应该被允许 去选择他自己愿意信任的宗教 一个人 是没有权力强迫另一个人 接受特定的宗教的 有些人 屈服于他的宗教 是为了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这些人 这些人 对宗教 根本就缺乏适当的了解 这些人 好不过一个傀儡 宗教 是不应该屈就人的情感 和弱点 而改变一个人的 在改讯其他宗教之前 应该谨慎考虑 宗教不是一种交易 一个人 改变自己的宗教 不应该是为了个人 或者物质上的获得 宗教 是用来精神开展 和自我解脱 佛教徒 不用物质上的好处 来鼓励其他宗教徒 来信仰佛教 佛教也不是利用贫穷 病患 民盲 或者愚痴 来吸引他们成为新的会员 佛陀 忠告他们去见他 并不急于要他们 接受他的教义 他忠告他们 要谨慎考虑他的教义 并由他们自己判定 他的教义是否实用 佛教教导我们 只是靠信仰 或者外在的仪式 要达到智慧成就 是不充分的 在这种意义之下 外在的信仰 成为无意义的事 以武力 推动佛教 意味着 是利用压迫 和不公正的方法 去宣扬公正和仁慈 是否自称为佛教徒 是不重要的事 佛教徒知道 唯有透过自己了解 和运用意志 他们才能成为 教接近佛陀所说的目的 宗教狂热是危险的 以不正的方法 决不能达到好的结果 方法不对 目的也不可能对 一个宗教狂热者 不可能用理智 或者科学观察 和分析原则 引导他自己 一个佛教徒 必须是自由人 以一种开放的心胸 不必屈就任何人 以求得精神上的开展 他皈依佛陀 将佛陀 当作是最高的响度 和古墓的来源 皈依佛陀 不是盲从的 而是要了解的 对佛教徒来说 佛陀既不是救世者 也不是宣布拥有大能力 去洗察他人的罪恶的臣子 佛教徒认为 佛陀如同一位老师 他显示了解脱之道 佛教经常是支持 现代人的自由和进步 佛教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 代表着人性的自由 和知识的进展 面对现代科学 和知识发明中 佛陀的教义 没有一件可被淘汰 科学家发现得越多 他们就越接近佛陀 请记住 佛陀是一位大觉悟者 他启示了真理 他将人类从宗教束缚中 拯救出来 他也都将人类 从独占而残暴的神迹系统手中 解救出来 这个是佛陀 佛陀首次启示人类 行使他的理智 不要让自己 像那些懦弱愚笨的畜虑 盲从那些宗教的信条 佛陀在宗教中 体现了理性主义 民主 和实用的伦理行为 他是第一个用大众语言 宣说教义的人 佛陀 忠告他的追随者 不要相信任何缺少 适当考虑的事物 佛陀在 Kalama 揭纳摩经中 对一般的年轻人说 不要接受 仅是基于口传 传统 或风吻而来的事物 或基于权威性的宗教典籍 或基于理论 或争论的事物 或基于个人的推论 或基于任何事 看起来好像真的一样 或基于个人的揣测的意见 或基于别人表面上的能力 或基于如下的考虑 这是我们的老师 但是 当你对自己不适合 或者无益的事 是倾向于选己 而又害人的话 你就拒绝他们 当你知道适合而有益的事 在精神上 导向于利己 有益人的事 你就信从他 并接受他 佛教徒 只有在仔细观察过 和分析过之后 才接受信仰 和收持他 并且确定是合乎理性的 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 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决不依靠外在的力量 求得解脱 更加不是祈求那些 不可知的力量的介入 来摆脱痛苦 他必须拔除内心的激情 来寻求内在的愉快 长阿含 巴马扎拉 经中说 假使有人委止我 我的教义 我的弟子 不要沮丧或烦乱 因为这种反应 只会使你有损 相反的 假使有人赞叹我 我的教义 和我的弟子 不要过分欢喜 感动 和得意 因为这种反应 是形成正确判断的障碍 假使你得意 你就不能判别 这种受清赞的品质 是否真实 或真正存在于我们之中 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具有理性 和自由的心灵 即使在佛堂灭后 2500年以后的时代 这都是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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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词 这都是毫无意义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